本土廉价航空宣布开航 华航转投资的台湾虎航 预计两个星期内 就会取得民航局核发的许可证 9月底首航新加坡 2号开始率先释出 单程千元以下的机票 含税价只要台币888元 共有一万个座位 开放民众预约 我们的10,000座位 是为冬季节目的季节 我们很幸运 台湾虎航是由华航 与新加坡虎航合资成立 希望整合东北亚与东南亚网络 民众订票可以上新加坡虎航的官网 设置的专门页面 网站资讯及操作 也将符合台湾民众需求 并成立台湾客服中心 以国语台语英语提供在地化的服务 民众也可以在 如果他需要在定位之后 做任何的修改定位的动作 或者是说他要再加构其他的服务 他都可以很简单的上网 来执行这些任务 同时我们也会开放我们客服中心 在台湾在地的客服中心 来提供民众更多的服务 台湾虎航出奇的机队规划 是未来两到三个月内引进第二架 三年内引进12架A320 接下来台湾虎航计划开拓日本南韩的航点 另外也将积极争取两岸三地的航线营运 中央社记者蔡明山、张欣渝台北采访报道 中央社记者蔡明山、张欣渝台北采访报道